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民间谚语云 夏日吃西瓜 药物不用抓 说明夏暑最适合吃西瓜 不但可以解暑热 发汗多 还可以补充水分 号称夏季瓜果之王 吃西瓜的禁忌 禁忌一 糖尿病患不宜食用 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吃太多西瓜 不但血糖会升高 病情较重的还可能因出现代谢紊乱而至酸中毒 甚至危及生命 禁忌二 体虚未寒的人不宜多食 西瓜属含粮之品 体虚未寒的人过多的话 会导致腹脏腹泻 食欲下降 饥寒助食 禁忌三 肾功能不全者不可食用 肾功能不全者 其肾脏对水的调节能力明显降低 对进入体内过多的水分 不能调节及时排出体外 致血容量极剧增多 容易因急性心力衰竭而死亡 禁忌四 感冒初期不能吃西瓜 中医认为 不论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 其初期均属于表症 应采用让病邪从表而解的发散治疗方法 并认为在表未解之前 若公之 会加重病情 西瓜有清理热的作用 所以这个时候吃西瓜 会使感冒病情加重或病成延长 禁忌五 打开过久的西瓜不宜食用 夏天气温高 细菌亦繁殖 打开时间过久的西瓜容易产生大量病菌 如果食用就会导致胃肠不适 因此 吃西瓜应注意选择成熟的新鲜西瓜 而且最好当时吃完 禁忌六 冰西瓜要少吃 虽然大热天气温西瓜的结束效果很好 但对胃的刺激很大 容易引起脾胃为损伤 所以应该注意把握好吃的温度和数量 二 苦瓜消暑降火 苦瓜胃苦性凉 有利于消化 可清热泄火去暑 算得上沿下第一瓜 不仅如此 苦瓜热量低 还有助于减重 其所含的苦瓜灶带有类似胰岛素的作用 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 苦瓜还能卸去心中繁热 排出体内毒素 增强皮层活力 使皮肤变得细嫩健美 夏天天气炎热 适量吃苦味大有益处 不习惯吃苦瓜的人 可以用开水焯一下 能去除苦味 苦瓜去苦有三招 苦瓜的苦味让不少人望而却步 如何去苦呢 推荐三个妙招 水焯 苦瓜切片或切块 放入沸水中焯一分钟左右 即可有效去除苦味 盐渍 将切好的瓜片撒盐拌匀 把渗出的水力去即可 浸泡 将瓜片放冷水中浸约十分钟 中间可以换水一两次 三 丝瓜通便润肠 丝瓜腥味苦干 清凉微寒 具有清热化痰 凉血解毒 解蜀除烦的功效 如何挑选到鲜嫩的丝瓜呢 颜色翠绿 瓜形周正 白毛完整为佳 不要买肚子大的 因为肚子大的丝瓜 一般比较老 里面的籽也比较多 丝瓜的肉质鲜嫩 做汤炒肉都是不错的选择 苦味丝瓜有毒 千万别吃 苦味丝瓜含有带苦味的葫芦素 又称减糖带毒素 务实会引发急性中毒症状 例如上吐下泻 消化到出血 肝肾功能损害等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死亡 因此 吃丝瓜时 如发现有苦味 应该果断扔掉 并把用过的菜刀和锅清洗消毒 夏天吃三豆 护眼消暑增免疫 1.毛豆 毛豆即新鲜带夹的黄豆 新鲜毛豆颜色鲜绿 口感很嫩 但随着水分逐渐减少 颜色由绿变黄 身材变得浑圆 完全晒干后 就是我们熟悉的黄豆 毛豆维生素C含量丰富 约为黄豆芽的两倍 它还富含膳食纤维 甲含量在蔬菜中 也是名列肩毛 可以帮助缓解皮发无力 和食欲下降 B族维生素含量也非常丰富 尤其是维生素B1 对于主要以精白米面 做主食的人来说 吃嫩毛豆等鲜豆类 也是非常好的食补方法 另外 由于其本身带夹 较少有药害和虫害 是相对较安全的绿色食品 做法推荐 盐水毛豆 用剪刀把毛豆两头剪掉 在锅中加适量清水 放入八角 桂皮 甘草和盐 水烧开后放入毛豆 煮8到10分钟左右关火 浸泡入味就行 毛豆一定要煮熟食用 若没有煮熟 吃了以后可能会出现恶心 呕吐 腹痛等情况 二 豌豆 豌豆是应激蔬菜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有护眼的食疗功效 另外 其维生素C含量比较高 好吃又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整天对着电脑的上班族 可以来个护眼大餐 将豌豆 胡萝卜和玉米 一起炒着吃 不仅色鲜味美 而且营养丰富 能有效缓解眼睛干涩不适 豌豆营养丰富 一消化 小孩和老人都可以吃 三 扁豆 扁豆健脾盒中 养胃下气 具有消暑化湿的功效 这对于气温高 湿气重的气候来说 正好对正 而且 每100克扁豆 可食用部分的膳食纤维含量 为4.4克 比我们常挂嘴边的 富含膳食纤维的芹菜 多了三倍还要多 平时精米白面吃得多 体内纤维素不足 易便秘上火的人 可多吃扁豆 喝三茶 补足气血 赶早湿剂 一 姜枣茶补血补虚 夏天炎热 人体皱里是开放的 体内阳气空虚 此时喝一杯姜枣茶 既能补体内阳气之需 以温中 又能助阳气发散 以排寒 恰好符合 《皇帝内经》 春夏养阳的宗旨 姜枣茶做法 姜枣茶的做法很简单 把生姜红枣枸杞一起煮成茶喝即可 原料 红枣六颗 枸杞一把 花椒十几颗 生姜四片 另外红枣要去喝 做法 加适量水 煮成淡红色即可 体寒怕冷 所以多加了几粒花椒 煮成花椒姜枣茶 去寒湿的效果更强 以上是两杯的量 也可以分量提高 多泡一些 煮完后的姜枣茶 冷却后装入干净的瓶子内 放冰箱冷藏 什么时候喝水的时候咬上两勺 用开水液冲泡就可以喝了 二 蒲公英麻痴险茶 健脾排施 材料 蒲公英根 赤小豆 薏仁 蛋竹叶 麻痴险 淮米 芡食 绿茶 做法 一 野生蒲公英根洗净 切断 烘炒制成茶 备用 二 赤小豆 一人 炒熟备用 三 蛋竹叶洗净 炒制成茶 备用 四 麻痴险 洗净晒干 备用 五 淮米 绿茶 炒成茶 备用 六 取蒲公英根 零点七克 赤小豆 一点七克 一人零点七克 蛋竹叶零点二克 麻痴险零点一克 淮米零点一克 芡食零点三克 绿茶零点二克 全部碾碎 做成茶包即可 蒲公英 擅长去湿热 可泻火 利尿 除湿 改善湿热所致恶心 舌苔发黄 红肿痘痘等 麻痴险 瑰痴险 龟痞 大肠经 具有清热解毒 沥水去湿之效 赤小豆 健脾沥湿 消肿解毒 一语人 立肠胃 消水肿 健脾异味 嵌食 健脾去湿 故慎止谢 淡竹叶 以慎湿泻热渐长 淮花可凉且止血 清干泄火 绿茶不发酵 多种成分几乎都保留下来 去湿效果最佳 几种搭配在一起 去除体内湿热 效果油加 不妨试试 三 通茶养肝消暑 三七花通血 玫瑰花通气 菊花通毛孔 未知三通 夏天每天喝一剂 可以缓解夏季闷热 平干消暑 需要注意的是 玫瑰花有很好的 收敛固涉效果 但长时间过多饮用 会导致大便不畅 因此 便秘者不宜长期 饮用玫瑰花茶 做法 准备三七花两克 菊花三克 玫瑰花三克 甘草三克 先把甘草放入 一千五百毫升水中烧开 小火十分钟后 将三种花材放入 小火继续煮五分钟 关火即可 看完记得告诉家里 做饭的人 今天马上吃起来哦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decor 就是 或许 音乐 maioria periods 自己 无解 压 弊 庸 那